魔法魔法娘 廣播去吧 又到了 午餐时间 OK同学 一起吃吧 不要 吃饭吃饭 你用爽的吗 呵呵呵 欢迎收听校园五件新闻 这几天连续发生神秘事件 前天很多学校的球都消失了 然后昨天发生了球雨现象 有很多球从天空砸下来 干嘛喷饭啦 好脏哦 球雨 砸下来 你昨天怎么还球的 很简单啊 就让球飞回去就好了的说 飞回去 怎么飞 就咻咻咻飞上去 然后咻咻咻飞下来的说 可以形容一下咻咻咻的速度吗 因为有点距离 所以 应该跟篮球的传球速度差不多吧 应该 速度不是你控制的吗 我只设定目的地 其他就不关我的事啦 哈哈哈哈 好的 目前收到最新消息 根据统计 这次的球雨造成了三十多个人受伤 你也会担心有人受伤哦 还好大家都只受到轻伤 还好都只是轻伤 可以放心了吧 经过各校的统计 球雨落下的树木 和各校消失的球数刚好一样 难道是卫星人的杰作吗 哇 太好了 环球的树木果然没有算错 哈哈哈哈 哇嘞 结果你诞生的居然是球啊 比起受伤人数 更担心球数的无敌美少女魔法师